Hello,大家好,我是来自Steady Packaging的Dorin 今天我要给你们介绍一个非常特别的机器 这个机器呢,在我前面的这个机器,它叫Cording Machine 它是Cord包装上面的Expired Date和Manufacturing Date 那这个适合呢,for食业的,for食物工业出产的 那就很方便,容易很快 那这个特别的地方就是,因为我们看到大致上 大家是用Price Deck的方式来去放Expired Date 但是这个是它放上去之后,它是不能撕掉的 然后也不会洗不掉的 就是平时你们看到,在包装上面会有灯 那就是这个机器就可以做出那个效果 那我们接下来呢,就Demo给大家看 怎么样去Function,就是怎么样去运用这个机器 OK,我们的第一个步骤呢,是要换那个里面的心 然后它的心呢,在这个里面 所以我们就要转这个的,就是这个的轮 然后让它这里就会有开的感觉 这里面的心呢,是我们可以盖的 那这个里面呢,的数字,是有重复性的 是以防万一 我们有重复性的数字的时候,它有开Expired 和Manufacturing OK,首先呢,当我们换好这个里面的心的时候呢 我们就要开这个Coding Machine 让它热 OK,当它预热好了之后呢 OK,当它预热好了之后呢 我们就try try看这个Coding Machine 它的效果吧 然后,当我们把这个packaging放进去了之后呢 我们就用它来拉下来推 然后,这个印在上面 然后呢,我们去看 Tada! 好了大家,我们今天Coding Machine的Demo就到此 希望这个知识能够帮助到大家 那就是多 就更快速的方式 更好的方式做 你们的,就是放你们的资料 在你们的包装上面 那,谢谢大家! Bye!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